接下来就是要教刚才跟各位说的所谓的融化热跟气化热 一公克的固体完全融化 所需要的热量叫做融化热 冰的融化热每公克80卡最好有备 考试的时候绝大多数的题目会给 偶尔有些人不会给 偶尔会有些人不会给 大部分的题目融化热跟气化热并不需要备 考试上会洗 但是呢冰的融化热你最好有给我备下来 冰的融化热叫做每公克要80卡 那么一公克的物质气化变成气体 气化所需要的量就称为气化热 气化热每公克540 水的气化热540 刚刚讲过可以倒过来嘛 融化那可以凝固 然后呢沸腾 然后气化沸腾可以凝结 那就到过来变成凝结热 变成凝固热 那没有关系 那一样一样 数字是一样一样 所以540卡 这两个80跟540最好有备 虽然基本上大部分的考试上也都会洗 但是最好有备 偶尔会有些人不给你 有些时候有人会不给你 其他都会给 如果是其他为什么铁的啦 什么东西的 他都会给 但是冰跟水的气化热 冰的融化水下 会有些人会不给 最好我背下 因此我们的公式就变成这样 H等于M乘以Q Q就是所谓的融化热或气化热 1公克融化需要80卡 2公克呢 160 2乘80 3公克就乘3 什么乘是很简单 OK 所以我们的公式就变成 H等于M乘以Q 但是呢 重点是 你竟然就要晓得 我们刚才讲过的话了 我们刚才讲过 东西吸热之后 有两种改变 一种叫温度改变 一种叫什么 状态改变 状态有改变的时候 温度有没有变 没有变 所以以后做题目 我后面会再去给你强调 以后做题目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 你到底分了几段 我从负十度吸的冰 变成六十度吸的水 有三段 负十度吸的冰 要先升温变成 零度吸的冰 这一段怎么算 H等于 M S 达 T 冰的质量 冰的比热 冰的温度变化 第二段 要从零度吸的冰变成什么 零度吸的水 融化 这样什么算 M乘Q 质量乘以 冰的质量乘以 冰的融化热 第三段 要从零度吸的水 变成什么 六十度吸的水 怎么算 H等于 M S 达 T 水的质量 乘水的比热 乘水的温度变化 所以 现在是写一个公式 事实上是两个 前面拜造作 H等于 M S 达 T 后面拜造 H等于M乘以Q 看 你现在算的这个部分 是温度改变的部分 还是状态改变的部分 如果是温度改变 就用前面的 H等于MX 达T 如果算 后面的 H等于M乘以Q H等于M乘以Q 那重点是 你要晓得 我从这里 变成那 中间到底变成几段 如果非常处杂的话 可以分成 富氏度吸的冰 变成零度吸的冰 零度吸的冰 变成零度吸的水 零度吸的水 变成一百度吸的水 一百度吸的水 变成一百度吸的水蒸气 一百度吸的水蒸气 变成一百二十度吸的水蒸气 你可以分成五段 你可以分成五段 分五段来算 最多你可以分成五段 所以要弄清楚 你到底分了哪几段 先来段落 OK 好 又回到那个老问题了 又回到那个老问题 当东西要混合 A物体加B物体的时候 我老师说 从一杯热水加一杯冷水 响起 老师说 一杯热水加一杯冷水 变成一杯 温水 这件事告诉我什么东西 变成一 变成四了 变成一对 变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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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一起来 变成一起来 这要告诉我两物相接触最后必达 变成一杯冷水 热平衡什么意思 热平衡什么意思 请坐下 两物相接触最后必达 变成一杯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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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会一样 变成一杯冷水 为什么会热平衡 为什么温度会一样 因为有人会吸热 有人会放热 那请问你热量转移的方向 我说考试很爱问的问题 转移的方向 number one 一号 一号 请问你 热量转移的方向 很好 请坐下 热量转移的方向 像是从高温转到低温 要晓得 但是转移的时候 能量不会平白无辜的多出来 不会平白无辜的不见 所以呢 吸热放热之间 会有个关系式 吸热放热之间 会有个关系式 请问你 它的关系是什么 number 7 27 放热 放热 等于 吸热 加 散热 请坐下 我们关系叫做放热 再说一次 我们会用这样的水 血相等 血相等的 是因为我们的温度变化 用高温减 低温 如果你用末温减出温的 是加起来等于 0 加起来等于0 但是 但是问题是这样 这个叫做关系式 叫放热 等于 那问题是热怎么算 注意喔 像公式很长喔 很长喔 有一种叫做 有一种叫做 温度会改变 有一种叫做 状态会改变 把两个放在一起 我现在的热量公式变成什么德性 我现在的热量公式会变成什么样子 有两段喔 一段叫做温度有变化的喔 一段叫做状态有变化的喔 10號 10號 No.10 請問你 現在的热量計算公式变成什么德性 H等于 H等于 你讲对一半 有一半叫做H等于2SRT 还有一半叫什么 小女生坐下 我说过这个公式会长大 你还记得吗 长大 就越来越长嘛 好 变成H等于 H等于 这两个公 这两个是会同时出现 不会 前半段是用 前半段是处理什么 温度有变化的 后半段是处理什么 状态有变化的 状态有变化的时候 然后温度 没有变化 所以不会 不会同时写 但是呢 过程中可能是 这一段要用MSRT 另一段要用MSRT 另一段要用MSRT 好 所以公式变成H等于MSRT 那加上MSRT 那加上MSRT 这就是我们的 计算的公式 计算公式 OK 请问 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没有 然后接着 我们用刚才的 试子做计算的结果 做试子做计算的结果 因为我没有考虑 因为这种题目也出过 以后就写到 比如说 我把 我有这么多的冰块 跟这么多的水混在一块 可是我的冰块 并没有全部融化 那或者是我要变成水蒸气的时候 水蒸气凝结 水蒸气没有完全凝结 那不是应该多少 100度 可是我在写这个计算师的时候 并没有这样假设 我说假设冰块完全融化 假设水蒸气完全凝结 所以没有关系 来你就去做就对了 如果你按照刚才的计算师去做计算 结果出来答案比0还要小 小于0的 那就表示 那个冰块没有全部融化 答案是0度C 如果你用看的话 你做计算 就算在那边是-10度C的 答案不是-10 答案是0 因而要表示 冰块没有全部融化 冰块没有全部融化 你是假设它全部融化 所以温度会很奇怪 同样的如果答案 如果答案超过100度C的 就表示水蒸气没有完全凝结 你是假设水蒸气完全凝结 放好多的热 所以只好升超过100度 才能够吸那么多热 所以表示水蒸气没有完全 所以答案是100 所以如果用刚才的方式做计算 答案如果算出来小于0 答案就是多少 0 答案如果到了100 答案就是多少 100 你不要先假设那个 你可以不需要先假设冰块有没有全部融化 不需要先假设 水蒸气有没有全融 全部凝结 不用 就照做就可以了 应该就这样 OK 好 就先这样子